盘点金庸笔下最厉害的十种武功 就连降龙十八掌都只能排在最后 第十名 降龙十八掌 作为金庸武侠小周中最聪明的掌法之一 降龙十八掌一共有十八式 招数的名字取自于周易 虽然动作简单无奇 但招招威力无穷 惊讶之处全在运尽发力 每出一掌均有排山倒海之力 这种掌法在北宋年间本为二十八掌 当时帮助消防武功盖世 却因弃丹人身份被驱逐出帮 于是他去凡化剪 将二十八掌缩减成了十八掌 与打狗棒法一起由丐帮世代相传 在《射雕英雄传》中 红旗公凭借降龙十八掌夺得北盖之称 而郭敬则以降龙十八掌立抗蒙古大军 死守襄阳数十年之久 第九名 天山折眉手 天山折眉手出自于天龙八部 是逍遥派天山同老的绝学 虚竹曾经赖以称名 天山折眉手共包括三路掌法 三路擒拿法 六路武功 天下任何招数武功 都能自行画在这六路折眉手之中 他的口诀虽然只有八十四个字 但涵盖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 尽管书中没有过多的展示这门武功 但虚竹重掌灵鹫宫后 天山折眉手两次扭刀小事 高明之处可见一般 第八名 龙象斑朔宫 这种武功出自于神雕侠侣 是金伦法王的独门绝技 功法载于龙象斑朔经上 分属密宗里至高无上的护法神功 一共分为十三层 其外公掌力强悍胸进 每一层都有一龙一象之力 出招便有千金之力的威力 在小周中虽然金伦法王武学天资过人 但也只练到了第十层 而这时他已经足以单挑武绝力的高手 金勇笔下最厉害的十种武功 第七名 西兴大法 西兴大法出自于笑傲江湖中 它源自于逍遥派的北明神功和化功大法 西兴大法以黑洞的方式吸取别人内地 自身的丹田就像黑洞 可以无限吸取别人的内力 但是却由于没有炼气归纳的法门 在吸取太多内力后容易遭到反噬 魔教教主任我行就曾深受其害 只能以自身内功强行压制一种真气 而令狐冲要不是得了一金金 恐怕也和人我行一个下场 第六名 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出自天龙八部 由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所创 代表着大理段思的最高武学 虽然六脉神剑名为剑法 但实际上却是以内力化为剑气的一门技法 出招时把寒于指尖的六道内力隔空激发出去 使其以极高的速度在空中运动 虽然隔空而发 但威力不逊于刀剑 由于六脉神剑截然不同 一旦成功祭出 往往能让对手防不胜防 第五名 乾坤大挪移 乾坤大挪移出自于倚天屠龙记 源自波斯明教 一共分为七层 相传乃明教第一创始人霍望山所创 只有教主方可修炼 可张无忌正是在阴差阳错之下 在明教总坛光明点的禁地中习得 乾坤大挪移可以激发人的最大潜力 借力打力 转移对手禁地方向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时 张无忌就复制了少林寺绝技龙抓手 打得少林大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四名 独孤九剑 独孤九剑为剑魔独孤求败所创 其传人有清风阳令狐冲等人 在神雕侠律骁傲江湖中都有提到 独孤九剑讲究的是后发之人 专门攻击对手的破绽 剑法只攻不守不受内力束缚 想要练成需要极大的悟性 令狐冲跟清风阳学剑 除了学得古今独步的独孤九剑之外 更领悟到了剑学中无招圣有招的精一 后来他以独孤九剑对战岳不群 二百招后便发现了辟邪剑法的破绽 剑招一边使完就得重复在时 便用独孤九剑的无招圣有招战胜了辟邪剑法 金庸笔下最厉害的十种武功 第三名 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出自于小江湖 传闻乃是由前朝太监所创 经历三百年被莆田少林寺红叶禅尘师所得 后来被华山弟子和杜元禅尸得知 分别创出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两部残片 后来葵花宝典被魔教所得 辟邪剑谱则由福威标局所传承 书中提到东方不败岳不群和林平之 都曾练习过这套功法 岳不群曾以此剑法打败五岳盟主左冷禅 并刺瞎了左冷禅的双眼 东方不败则在黑木崖上一人单挑 任我行令狐冲向问天上官云四大高手 并且能够不落下风 可见其威力确实不容小觑 第二名九阴真经 九阴真经是金庸小说中备受推崇的武功 在《倚天屠龙记》和《射雕英雄传》中都有描述 其作者皇上印刻鲁无数盗藏而领悟武学 相比于九阳真经只有内功心法 九阴真经包罗万象 有内功轻功 拳掌剑法 直爪疗伤法门等等 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为内功基础 下卷为武功招式 传说书中所记载的武学最高境界 在江湖中具备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一招炼成便可成为武林第一 这也导致许多江湖之人为争夺或修炼他而葬送性命 第一名太玄京 太玄京是霞克行里面的爵士内功 以李白经典诗歌霞克行为口诀 每一句的笔画都暗藏着极为高深的武功 霞克岛上虽然聚集了无数高手 但无一人能参破这一绝学 反而是不识字的识破天意外看懂了 当他练成太玄京后 浑身随为融会贯通 内力如同一条大船一般穿流不息 不再像是武侠世界中的人物 而是已经隐隐有了修仙的感觉 虽然霞克岛的两位岛主都是碾压武林群雄的境界 但他们两人联手在识破天面前也败下阵来 可见这门功法有多